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从我左手边这位是国民党的智库执行长可知恩 还有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讲哥 大家好 还有是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一开始我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这两天您可能不知道 这个人来到了台湾 他是谁呢 他是日本的冲绳之士 叫做郁城丹尼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 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时间点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中日的外长好不容易 他们又再一次的会晤 而且这一次他们两个人会晤完之后 中日韩一起开会 大家就要问了 这三国是不是又要再开一次的领导人见面 真的在12月有机会吗 我们先看新闻报道 握手十几秒 南韩外长蒲正 欢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到访福山 我再次见面 感到学问的表现 蒲正秀中文 不只中韩开外长会议 南韩更当东道主 在26号重启中日韩三方外长会谈 这是自2019年8月以来 时隔4年多 首次举行为停摆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 前一天 日本的外务大臣上传杨子 在中日韩会谈前 也先会晤王毅 继续关切 因日本排放核处理水 被中方封杀的产品输入 中日会谈没有共事的还包含台海问题 目前正值日韩两国关系改善 深化与美国合作 忧虑中国大陆扩张 既有会谈 希望保持稳定的安全关系 好看到这一次中日外长他们在一起坐下来谈 距离上一次隔了一段时间 他们目标是促成什么 促成已经可能大概四年了 这个中日之间的领导人需要坐下来谈 那其实先前在APEC时候 习近平已经跟岸田坐下来了 但是中日韩三方 也就是在东北亚的重要局势来说 现在日本韩国 很希望有一个这样子的契机跟机会 所以外长先见 那王毅见上上传扬指就重申了一中原则 他们关注的就是台海现状 为什么原因呢 当然最主要就是还是于 大陆这边他们最在意的红线问题 你怎么表态 你们先前有很多的讲法 比如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现在这个东西你们可能要大概注意一下下 另一件事情则是有关于核污染问题了 在这边他也特别的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 然后彼此之间也要来了解恪守一中原则 对于这些上传扬子他通通都一句话来回应 就叫做台湾议题立场没有改变 好可问题来了 当他们想要再谈更多的时候呢 其实在王毅这边他也会有一些些的态度出现 比如说啦三方外长讲完 应该大家一起坐下来 可能吃个简餐 然后呢继续聊 之后一起来开个记者会 但王毅告诉你 不好意思我行程真的很多 我今天来这个我也是法国那边见完 我赶紧再飞过来 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去 给了个软钉子 康老师可以这样解释吗 当然是可以 因为王毅他这次来跟这个日本跟韩国 我说实在的 这个要看看这个日本的态度 因为你特别是他们对于台湾的态度 北京跟东京对台湾的态度 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岸田他是完全失诚在这个安倍 那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从安倍开始的 他们对于这个中日的关系 已经跟50年前不一样的 过去呢 日本是非常的依靠这个中国 特别是在有关于经济 彼此之间在经济的互惠上面 因为中国提供的日本非常是 特别是在战后 在最近20年当中 他们其实之间不管的贸易各方面 其实仰赖度非常的深 可是你也发现从安倍完之后 他后面的首相所师承的 就是告诉大家 经济我们虽然觉得很重要 但是在这整个的军事角色的地位上 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他们甚至把中国大陆列为 一个是比较是强权 对于他们整个的琉球群岛 特别是对这南海地区里面 是具有一个比较扩张性的一个影响度 当你把他认识到 是比较扩张性的影响度 而不是只有在经济上面 来做一个互融的时候 其实整个态度就会变成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王毅对于他们 好像抛出了橄榄枝 可是对他们的态度告诉我们说 我们立场没有变 好像没有得到日方 对于台湾问题上面一个 某种程度的让步 起码你要提出来说 我对台湾除了一中原则之外 应该会希望听到更多 你是否比较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态度 能够更加做出不同的一个有势 而对台湾应该是稍微能够退后一点 很显然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他所的态度就全面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岸田所领导的这整个内阁 事实上并没有太脱离 这个所谓的安倍 事实上我们这次到日本去 包括麻生 这也是非常具有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他们对于台湾 跟这个所谓中国大陆的一个关系 他们是非常的在乎的 他们认为说 你可以跟美国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可是你如果跟中国大陆 过于亲近的话 对于日本来说 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他们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威胁 所以彼此之间都没有听到 他们要听到更多的一个讯息 所以你看王毅用这个不同的理由 让他觉得我还是有态度的 我还是有一个价值的 那日本你如果没有办法追随的话 那对不起 咱们就是很忙各自在去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日韩跟中三角的这个关系当中 虽然王毅能够负责在一起 但是彼此之间紧张 特别是对于东协所强化的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对抗 显然还没有太大的减缓 这是我们该关注的 其实在想要东北亚的局势改变的同时 那个平衡你会问到底差在哪里 差在日本 原因是因为现在日本其实态度也很明确 但是日韩之间他们可能心里头会有点murmur 不是嘛 你跟我讲说不要跟他太近 可问题是我看你们中日中美之间好像军事合作啊 美国你在各方面的要求你也都是跟中方有来有往啊 中方态度也很明确 不然APEC他不会跟岸田坐下来谈 他也不会去找影席院 影席院说要谈OK 那就来谈 好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想问 到底年底的这个中日韩 真的会有领袖峰会吗 另一个层面 到底你们现在讲的这一些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日本人的心声 好要来看到是这一位玉成丹妮了 好其实呢其实他在7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去到了中方访问 李强是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特别见他 好什么原因 原因是因为他其实长期以来他的言论 让很多人认为他跟中方这边相对友好 那这一次来到台湾 那就当然大陆这边包括了环球时报等等 都有一些评论就讲说你要注意一下你的态度啊 那可是你也会发现玉成丹妮来两天 你为什么现在才知道因为他真的很低调 而且传出其实没有见到官方的人 他都是见跟他们观光啦经贸交流有关的 某种层面这也是一种态度啊蓝宾森 其实冲绳这个知识来之前 我有跟冲绳他们正式的一个访团 也有交换意见 然后甚至也有坐下来开会 事实上我觉得冲绳其实扮演的角色蛮特殊的 因为其实事实上他当然对美军 他过去因为一些历史渊源上 所以有一些冲突这是必然 但是其实冲绳那边也承认说 这毕竟是国家的一个政策决定 这不是他们能去插手的事情 他们只能尽量去舒缓 就是说当地的一些冲突 但是中国我觉得看到冲绳这个议题 反而是认为可以尖锋插针 包括我看到中方有一些官媒 就出来讲说 大家不要忘记过去琉球亡国等等 是跟清朝比较接近 并不是跟日本这么接近的 所以你冲绳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性在 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就反映着说 我们看到中日或者中韩 或者是韩日之间 似乎有一些关系上的进展 但是似乎有一些比较深层的矛盾 还是在的 包括这个区域的一个竞争关系 所以其实包括福天跟习近平 在APEC的周边谈到的事情 其实日本的媒体就评认说 好像也没有谈到太具体的一些项目 因为包括谈到经贸 谈到贸易 但事实上也没有签署任何东西 谈到安全 事实上也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进程 所以双方我觉得这个关系 要如何进展 我觉得值得往下看 但是可以看得出 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 就中国的态度 我觉得有所转变的 包括拜计会 包括习近平现在似乎对战狼这一块 比较没有赞赏了 甚至于他比较自己亲自愿意 去主持这个外交的任务 跟其他的国家领袖进行会谈 我觉得这个也彰显说 中国现在内部在外交思维上 似乎有所转变 那有请教廖老师 因为就我理解 刚刚民生也提到了 他讲说冲绳 琉球亡国 那是习近平讲的 那个代表性其实不太一样 那玉神丹尼这一次来 大家想知道的就是 他这么样的低调 是不是某些层面来说 他是一种态度上面告诉你说 因为我曾经讲过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个我们冲绳绝不接受 我们冲绳会变成战场 这是我们冲绳人 无法接受的事情 讲过这样子的话的人 来到台湾很低调 因为他还是想要经贸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 因为像冲绳的 在这个战略地位上 他跟台湾很像 都是属于第一岛链 所以台湾有事 他真的会有事 不是假的 而且上一次 Nancy Pelosi来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在军演 军演的几个炸弹 是掉在他们的岛的附近 一个叫八宝山附近 所以冲绳特别有感 真的有 即使只是军演 都会影响到他居民的安全 所以这个知识 这个玉神丹尼 他就是积极主张 冲绳要有自己的外交领域 不要跟中央一样 因为中央当然是一 其实背后都还是有 美国跟中国的抗衡 所以冲绳本身 他第一个在战略安全上 当然要全岛和平 因为真的战争发生是他们倒霉 就像台湾在台海 中美两大之间 我们真的是倒霉的那一方 而且冲绳比台湾更不利 因为台湾好歹还宽一点点 冲绳真的像根绳子 那个能跑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这是他们第一个 为自己安全利益考 那当然他对他来讲 他最大的 其实我不想要各位去过冲绳没有 我是第一个到日本去玩的地方 就是冲绳 那是满美的地方 而且他的那些什么花园 兰花什么做的很漂亮的 还有海域经营 因为他都是靠海 所以是一个靠观光 靠渔业这些取胜的地方 所以有站感还有影响 当然台湾可能也是最多 去那边旅游人口 所以他当然希望 跟台湾保持经贸关系 那这经贸关系就像台湾一样 我们希望跟大陆做生意赚他的钱 但是政治上我们希望跟他取隔 都是要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那冲绳也不例外 所以我觉得是他们很正常的 自然的要保护自己 而且是居民需求 因为他们选举也是选出来的 这个郁城丹尼上次 就是今年9月选是50%的票 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们还有美军基地的问题 又是一个内部的争议 所以我想这个冲绳的地位 其实有时候想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 他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 而且就小的这么小 而且他在安全的第一线 通常我们在国际关系上会讲 他们要Hedging policy 什么Hedging 就是我要两面下注 我不能下单边 因为两边对我可能都有前置性 所以在这个小地方 充神不大了 人口只有日本的1% 但是在这个小地方上 他的存活策略跟东京 刚才克老斯也讲了 跟东京是不一样的 他得走自己的路子 那当然这背后不管讲中日韩三方 将来会不会有进步的 可能的互动或是什么协商 其实背后还是看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那现在拜习会了 拜习会这意思表示 中国也有要缓解 还有内部的经济问题 那习近平 但是拜登一样 因为他马上来临选举 而且他明年要大选 明年是大选年 美国10月要选 而且拜登现在第一个乌克兰战争 可能要某种程度蛮难堪的收尾 因为正接近委屈 那不要说中东地区 那这边可能也是要面临收尾 所以他其实正是想缓解 据我的了解 这整个拜登政策背景 从今年从去年底到今年开始 就已经开始走说 我们不要走紧张路线 我们台海一定要和平 都已经不断的派人来讲说 我们反对所谓台独政策 走台独路线 因为他们希望台海和平 因为双方都有内部太多的问题要处理了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美中之间建构了一个新的状况 不是说美中之间缓解了 而是美中之间不希望现在有 任何意外的冲突 所以希望这个地区里面的几个小弟 都给我稍安勿躁 好 希望这个台海 不要现在有任何的状况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到底大家心里面 真的都是走同样的方向 走同样的位置吗 心里的盘算是各自在算自己的算盘吗 等等回来带你来看 好 我们上一节讲到 如果现在习近平已经讲了 我没有听多什么攻台计划 拜登也已经好像透露出一些讯息 透过他下面的人 现在希望台海这边和平安全稳定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现在在台湾这里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来民进党呢 现在肖美琴先前在记者会上直接讲了 两岸维持现状是台湾人民最大的一个共识 接受专访的时候 甚至还开始讨论 如果跟习近平见面 要请他吃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 那新的9月9月说表达善意 若跟习近平吃饭 要请虾仁饭和全堂珍奶 副手肖美琴日前接受专访被问到同样问题 肖美琴说会推荐很多好吃的台湾小吃跟水果 希望习近平主席 所谓没有公台时间表的这个论述 是真心诚意的 当然我们也真心诚意的 希望能够寻求跟对岸的最大公约数 也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国际记者会上肖美琴态度明确 主持人日前问他有机会谈话 会想跟习近平说什么 肖美琴说对岸如果真的主张两岸一家亲的话 应该用更多的同理心来理解台湾人民的愿望 包含维持自己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和更广阔的国际空间 与此同时外媒关注蓝白河破局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希望台湾实现政党轮替 转向一个对北京更有力的政府的希望 似乎可能破灭 纽约时报更指出反对阵营分裂有助于赖清的获胜 这种结果肯定会让中共领导人不开心 毕竟两岸问题并非非黑即白 学者也认为抗中牌在这次选举上恐怕不会那么有效 恐怕也跟区域的盟友 甚至于跟美国对于这个区域秩序的一个想望 是不相符合的 两岸互动议题绿营主动出招 成效有待观察 好其实呢你就就开始问了 怎么又开始在讨论吃什么了 因为侯友宜是怎么样回应的 你看看侯友宜他今天在问他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 哎哟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都吃饭吗 因为先前赖清德第一次被问到的时候 还是没想到 第二次说他要吃虾仁饭跟全党蒸奶 那不然呢这一次就是吃芒果兵 他就想问到底你们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那民进党现在他们是怎么样来叙述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他们的叙事方式是这样 习近平已经告诉你他不会打台湾 所以你们现在一直在说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你们在认知作战 强哥马上变中共同路人了 抹红就是民进党的101招 那我说实在话 就是一直在强调所谓的贩卖战争恐惧 这是民进党过去一路的策略 抹红然后说指控在野党贩卖战争恐惧 那这一句话赖清德讲没有关系 因为赖清德反正他也没什么国际的经验 所以也许不了解贩卖战争恐惧的来源是哪里 他可能不懂他可能不看国际的媒体 他不去管国外的政要怎么讲 我就要问萧美琴 萧美琴你总懂贩卖战争恐惧的来源在哪 两大来源 第一个来源不就是美国很多政要吗 又一会说要发AK47给台湾全国每个国民 然后一会说如果老共打来要把台积电炸掉 然后一会又发布智库媒体发布说 2027中共的攻台计划 然后一直深深吹我们要赶快建军要备战了 因为两岸战争就快要打起来了 我只讲一件事情 你如果说今天要讲批评有声音贩卖战争恐惧 那请你公平一点 你把最大的源头抓出来 那我就直接问萧美琴 那你要不要去跟美国抗议 你要不要跟美国的媒体抗议 跟美国的政要抗议 你为什么要一而再而三的所谓贩卖战争恐惧 那第二我跟大家讲 抱歉贩卖战争恐惧最大的一个卖家 不就是你民进党自己吗 人民之所以有所谓战争的恐惧来自于哪里 你国防预算 马政府说是3000亿 你现在是6000亿 两倍 然后接下来 当时我们的疫期是四个月 你把青年疫期延长为一年 你不断的在所谓的开始做一些军备上的 一个高度的准备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换来是在我们地缘战略上 上权辱国节节败退的结果 我只问一件事 马总统的时候 中共军机有越过海峡中线吗 是谁把海峡中线输掉的 就是你民进党政府 人家可不占而屈你海峡中线 你民进党政府捍卫了什么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没有捍卫到 连24海里线都捍卫不了 逼到24海里线 现在逼到12海里线 太平岛12海里线被人家亲门踏户 按照你们这样 自己公布的SOP做准则 你要军队要冲出去 去驱逐人家了 请问你驱逐了没有 然后还在让中共在我们的 港口前面做围台军演 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你不断的升高你的军备 不断的增加军事预算 不断的延长人民的所谓服役的期限 换来了是我们整个地缘战略的 一个军事布局的节节败退 你还好意思讲说今天是认知作战 你是在所谓实质实现 现在我们两岸的兵凶站围 但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中美的格局在改变 所以现在美国可能对两岸之间 不像以前是期待某种冲突 他现在因为俄乌尾巴之间的问题 他现在开始熄火 所以两岸确实现在可能 兵凶站的程度往下降 但是抱歉 照民进党这种做法 那你可能民进党会变成美国眼中 以前的陈水扁的麻烦制造者 因为美国现在可能想要跟 中国大陆开始要掩兵习武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是在做 所谓的一个比较冲突性的 一个两岸政策布局的话 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会 跟陈水扁的状况相同 但是来啦 賴清德是这样讲的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准备 所以我们才说要把这个 黑熊学院的沈柏洋送进国会 要告诉大家 这个都是认知作战 但赵先生怎么讲 他说这个就叫做 老口还不出 心把戏 同时他讲得很直接 你如果真的希望台海安定 那台都长刚废掉啊 那就马上安定啦 齐凯哥怎么看 我觉得賴清德跟夏美琴 因为是引用习近平 在美国这个保证都很好 对啊 2027 2035不会来观察 可是你不要一方面 在引用习近平的时候 你每次到了刚讲 买经过 或者是这段时间在选举 又吹票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副嘴脸了 这是最严重的 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在提的 你从賴清德到夏美琴 就是要请人家吃虾仁饭 对不对 你要喝前堂的这个奶茶 要吃什么水果 可是相对你看 他们每次在造势的场合 里面那种声势力竭 还在打那个抗中宝台 你不觉得这个很错乱吗 这到底是哪一个賴清德 还有哪一个夏美琴 才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人 那另外你把格局拉高 就刚刚志强讲的 中美的格局人在改变 你习近平跟拜登 都可以坐下来谈了 两边是在和解的一个过程里面 那为什么奇怪了 人家已经都影响到 连中国大陆跟日本跟南韩 搞不好过几天你就看到 他们的领袖都已经坐下来谈了 对不对 可是在民进党这边这个政府 为什么都还是一个对立的 那整个格局是往和解的 和解的方向在走的时候 为什么民进党不能想些想 为台湾人民好的同时 为什么不能往和解的方向走 用这个强烈的对立吗 我更担心的是什么 选举剩几天而已 不要你现在都讲的 都是很好听的 我后面过几天开始抗中保台 什么大陆威胁论又一直来了 到底这个威胁论 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的感受都是 你今年真的不抗中保台吗 我们感受好像还是 你没有完全放掉 那韩国瑜就直接讲了 现在他认为 只有侯康佩有这把钥匙 叫做对岸也认可的九二共识 叫做我们真的就是坚定 反对台独 来请教司康哥怎么看 民进党过去八年 基本上两岸关系一事无成 而且原本的连的线 搭的桥就通通断掉了 然后传承经典只传 只读不回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 官方的往来 你说过去蔡英文也好 说我除了这个除了九二共识 我可以有其他的共识 那时候发展什么九六共识 或是尊重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等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个苗头的还不错 就觉得大陆官方 愿意在这个微薄的基础上面 来愿意跟你谈一谈 但后来因为要选举 不抗中保台不会选举 不声势力竭说 我这个中共是大坏蛋 这个台湾的国民党 中共投入人 不骂这种就不会选举 所以到后来你看这两次 有一些跟上次陆配的事情 三周前 賴清德自己挑出来 跳出来骂徐春莹 徐春莹不过在台湾三十几年陆配 他算是中共统路人吗 他算是中共的代言人吗 在台湾的第五纵队吗 都不是嘛 都不是 他是不过嫁来台湾的 一个大陆媳妇 而且已经三十几年 基本上以民进党标准 是新台湾人 是新台湾人 人家是有身份证的好不好 对都有身份证的 是台湾多元文化的代表 那博恩区都能退下来 放话说什么 要早上去当什么政务官 对 所以多可恶 已经同意给陆生 可以进来一样的健保 多少年都不可以 之前怎么不做 发案怎么不做 到现在你的两岸 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 有的时候为了选票 骗一骗 我要跟习近平吃饭 有的时候为了选票 又说中国大陆 没有一天 没有拿掉台湾的决心跟野心 那到底是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民进党 那孝美琴昨天感觉好像比较鸽派 希望说 习近平是真心的 但是这个赖金人 每天都是竖起尾巴 然后刺猬挡在脚上 黑白脸 然后每天刺中国大陆 就希望中国大陆说 敲桌子说 我要给你围倒 他选举就胜了 选举就赢了 因为过去三次 其实不止前两次 其实从一二年开始 就在打抗中保台了 然后那时候什么 服帽货帽 恐吓大家 一二年那一次 一六年那一次 根本没有讲了 二零年那一次 还有一个王立强事件 所以我是觉得 这次要严防 上一次最后投票前两个礼拜 出了一场荒谬闹剧 王立强事件 我觉得这次也要防一防 这是一些的 周边的一些 情治机构五眼联盟 会不会最后又出一场戏 又搞一个人出来说 他是间谍 在台湾跟谁谁谁接触 搞不好之前跟赵大哥接触 问过他 有啊 上次王立强的这个戏码 所以我是觉得 向欣夫妇 对 向欣夫 倒霉的向欣夫 莫名其妙台湾 爱了四年台湾 然后强迫爱了四年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在野各组人马 要严防 前几天 前一个礼拜或前三天 民进党 会不会搞这种 抗中保台的肥皂剧 湘谷剧 又来一次 让大家情绪动员投票 然后他又赢了 刚思安哥讲完 整个给不回合起来了 没有可能每次选举可以 但我记得上次是真的是 倒数两个礼拜很忙很忙 这次真的会这样吗 毕竟他们已经有人喊出什么 我在脸书上滑 看到很多 中国界选啊 外部势力啊 这次真的会这样吗 回过头来 等等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这次选举跟上次不一样 因为这次先前还在讨论蓝白河 现在各自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了 等等回来谈